这个男人红着眼推门而入 他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 这件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小仙只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全盘透出 于里只有在49天之内找回钢河的妻子 小雨妈妈的位置才能永久复活 但于里并不愿意毁掉钢河来之不易的幸福 钢河终于知道了真相 他崩溃不已 从于里复活后的每件事 他都能看出于里不会留太久 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于里 静静地等待了49天 现在想补救已经太晚了 他大声质问于里 为什么不抢回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要悄无声息地决定好一切 然后独自离去 于里本可以把属于自己的一切拿回来 但这五年的默默陪伴 他已经习惯了放弃 习惯了第一时间为他人着想 于里本打算钢河再婚就转世投胎 可钢河一直不肯放下 自己才无法安心离开 钢河一直对于里的死感到很内疚 他不能放弃于里 不能让他再次死去 钢河回到家中 犹豫再三 他还是决定把于里的事告诉明珍 明珍一点不可思议 他看着于里的照片 自己早该想到的 世上怎么可能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 哭了一个晚上 还是做出了决定 钢河无助地哭了 他不想伤害善良的明珍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钢河带着于里来到游乐园 一家三口笑着闹着 体验了所有的游乐设施 还让小丑拍了合照 于里牵起小雨的手 能真真正正地陪着女儿 他已经满足了 钢河想一步步带于里找回他的位置 鱼里找不回来自己的位置了 胖婶告诉她 如果自己留在阳间 那小雨就会一直看到鬼 她不愿意为了一己私欲 毁掉女儿的一生 我一直在生 我一直在生的 我一直在生的存在 我最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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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里很感谢钢河 她已经尽力了 希望钢河不要心存愧疚 继续好好生活 但钢河不相信事情会这样结束 她想找胖婶询问办法补救 而胖婶却又发现了一个 惊天的大秘密 女人跪在佛前苦苦祈求 从早到晚滴水危机 只就得到一个答案 既然神灵要让鬼魂复活 却为何要逼她离开 一遍又一遍的跪拜 胖婶终于感动了上天 神告诉了她答案 胖婶震惊了 原来鱼里妈妈每天来福堂跪拜 并不是求鱼里往生极乐世界 而是祈求自己能再见女儿一面 这才是鱼里能复活的真正原因 鱼里自责不已 自己复活以来只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却忽视了家人 她终于明白了 她的复活既不是奖励 也不是惩罚 而是上天的礼物 五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 她突然撒手人寰 没能抱抱女儿 也没能和家人好好道别 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她要珍惜剩下的日子 和每个人好好道别后再走 刚和来到鱼里的骨灰盒前 她不能接受鱼里会再次离开 想把一切转移到自己身上 代替鱼里去升天 但那怎么可能呢 鱼里是注定要离开的 胖是无可奈何 只留下了一句话 骨灰塘外 鱼里妈妈看见刚和沮丧的身影 猜到了什么 她向刚和讲述了自己的梦 自从鱼里回来后 她每天都会做相同的梦 在梦里 鱼里不断向她道别 然后转身离去 她不由地冒出一个念想 鱼里妈妈释怀了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她一定会笑着送女儿离开 鱼里来到幼儿园 她想多看几眼女儿 也想找到明珍 向她坦白 小雨却突然生病了 鱼里心机如焚 背着女儿来到了医院 明珍闻讯赶来时 正好看到在旁边 照顾小雨的鱼里 她知道自己 不该出现在这里 明珍转身离去 鱼里追了上来 明珍早已心灰意冷 鱼里告诉明珍 自己只是死后 短暂的回来49天 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 鱼里陪在他们身边五年 她知道小雨和钢河 有多爱明珍 她也很庆幸 小雨的妈妈是明珍 明珍这才知道真相 明白了为何钢河要瞒着她 她那么善良 想让鱼里留下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女人竟然点了满满一桌子烤肉 还和空气对话 服务员都吓傻了 鱼里正在和一群鬼魂开心的聚餐 她拿出几张符 鬼友们才动起筷子 大块朵鱼的吃了起来 面对离别 他们不仅不伤感 还非常开心 鱼里离开前的第一个愿望 是旅行跟朋友们的约定 第二个愿望 就是报答帮过自己的人 鱼里带着诡异家的儿子 到家里吃一顿家常便饭 第三个愿望 是鱼里自己的心愿 她想带着女儿 像普通妈妈们一样 享受带娃的日常 第四个愿望 珍惜与家人共处的时间 一家人开心的玩耍 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 是多么温暖 第五个愿望 也是最重要的愿望 鱼里要好好和爱的人告别 带着孩子出发去郊游 夕阳夕下 看着孩子们嬉笑玩耍 鱼里已经知足了 明珍拜托小贤 好好的送鱼里最后一程 还给鱼里一封信 明珍很开心 在这49天里 能和鱼里成为朋友 也很庆幸 鱼里是小雨的妈妈 晚上大家在一起唱歌吃饭 欢快地度过这一场最后的狂欢 鱼里感到无比的幸福 她相信钢河一定会成为小雨 最坚强的后盾 无所保留的爱她 便没有了遗憾 刚和释怀了 她抱住鱼里 这个曾经自己深爱的女人 看着漫天盛开的樱花 妈妈知道鱼里离开的日子到了 鱼里唯一不舍的就是女儿 她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脸 和她做最后的道别 鱼里将女儿拥入怀中 这是她用自己生命换来的女儿 这是陪伴了五年的女儿 是时候说再见了 鱼里已经好好的和每个人道了别 完成了自己最后的愿望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她也向自己道别 鱼里虽然走了 可她却活在每个人心里 就像花瓣凋零 花也依旧永续长存 花香会留在这个世界 会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芬芳芙芙 关注我看好剧 我们下部剧见